各位摄影博主同样们 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节目怎么做都不会火 没有播放量 没有点赞 粉丝呢长得也很慢 来来去去呢 可能也就几百个几千个粉丝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要一起来学习一下 在我们摄影这个领域 在抖音啊 那些头部博主们 那些几十万上百万的博主们 他们每天呢 都在制作一些怎么样子的视频内容 让他们获得了这么高的这个热度 那方法呢也很简单啊 我们打开这个抖音的创作服务平台的这个后台 找到下面的一个 创作灵感这一项 然后呢里面有一个抖音排行榜 点进去 找到我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啊 大家看在这个榜单里面啊 都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那我们的这个领域呢 是科技 摄影摄像 然后呢在这个领域呢 它列举出了 这些头部的博主们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博主们 他的粉丝数都非常多 有一百多万的 三百多万的 九十几万的 那基本上都是在三四十万 最少的呢也有接近二十万 十几万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五十个博主们 他们最近制作的是一些什么样子的内容 通过这个呢 我们再来学习一下 制作怎么样子的内容才能活 那我们开始吧 来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 第一个一百多万粉丝的 随便点一个 颜值剧情类的 看一下第二个 拍摄教程类的 哦 摄影教程的这个应该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手机摄影教程这一块 毕竟手机大家都有 所以如果你是做相机摄影教程的 那可能就没有手机的市场那么好 这个分类方法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是用相机拍照的嘛 特别是很多专业的摄影师 他可能不太看得起用手机拍照 他可能手机拍摄的东西还是比较 受众更广一点 教程类的 而且是剪映教程 现在还是挺流行的一种做法 短剧类的 剪映的 剪映模板 这个是剪映模板的 这个好物的他应该也是带货类的吧 进去看 20 应该也是带货类的 21 手机摄影 23 就算正能量还是很激烈 手机摄影教程 那说明手机摄影教程还是一个不错的市场吧 然后剩下呢就是那个剪映的一些相关的教程 剩下一些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大家要么就转战手机领域 不要做相机和镜头的什么歪微单啊单板啊 是不是没什么前途 我虽然看不懂这个排行榜 但是我大受震撼 非常的震撼 OK 看完以上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TQ观点 任职受到了巨大的重置呢 至少我是这样子吧 那或许呢我们也可以参考参考 他们的这个节目制作方法 制作一些类似的节目 说不定哪天你就火了 是不是 那行 我是摄影师念 后续呢我们来学习更多的这个 掌粉技巧 如果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广多多关注点赞吧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